早上五点多 车子一阵剧烈晃动 吓得我立刻坐了起来 打开窗户看到外面的风浪很大 好像车子随时会被吹到海里 这里的风好大 是台风来了吗 它里面都创伤了 现在一个车都没有 只有我在这儿 真的赶紧撤 不然想起新闻上说台风来山东了 不会被我赶上了吧 那我得赶紧撤了 穿着睡衣淋着雨吹着台风 收起了只腿 网友说台风烟花是来旅游的 真巧 我也是来旅游的 怎么感觉台风是在追着我跑呢 收起了两侧拓展 有没有一种变形金刚的气势 好吧 我承认它更像两个大抽屉 全都设施好了 身上也湿透了 赶紧开车带狗子离开海边 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继续睡个回笼觉 现在已经把车停好了 停在路边的一个停车场 周围一辆车都没有了 待会儿不准备睡觉了 准备带着狗子出去吃个早饭 开始旅行之后 每天睡到自然型的我 第一次带狗子出门吃早饭 狗子也有点懵 带着它的新造型去吃早饭了